字幕志愣 麦戒鱼卵證工房 我是林志愤 今天邀請你為嘉賓 有麦戒鱼資本股份有行公司 香港應股證市場銷售主管林宏廷之生 以及我们的耀材證券研究部總監夕 VES DANNY 大家好 大家提提大家 任何卵證或股票上的問題 想留意的話 可以打電話進來 電話是204-6566 另外可以把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 到574-200給我們 Facebook上面 現在都是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 最新走勢 恆指暫時升230點 最新是26,990點 國企指數升51點 10390點 大市成交219億多 又和Stanley說一下大市 市面前五天累積 都跌了600多點 今早跟著美股反彈 昨天美股反彈 就是因為有減息的預期 但其實我在想 如果主局要減息的話 其實是因為經濟不太行 現在大家會否樂觀了一點 絕對是 而且我今早查看 美股昨天雖然說大升 成交量其實沒有特別多 反而反過來 比平均數低了 所以我都反映了 其實昨天這一下的升市 不是那麼可靠 而且我認同 你看回聯署方面 為什麼突然之間 好像那麼急 好像說到 有些轉軟的態度 突然說要減息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之前你看到鮑威爾 他都說這件事他不會想 即是不會理 他都覺得影響是不大的 證明了去到轉軟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減息 也是經濟狀況 起回二、二、三的時候 可能急急叫轉差 所以變成按道理 不應該這麼好起好看 是啊 還有你港股呢 坦白說 你叫開市那一刻叫跟利股 到現在叫做trade的時間 就看著A股 A股都升不起 這個港股自然 你說現在這一刻 有沒有彈 我覺得今次算彈了 彈了 最近就算是反彈 反彈力度也不是太大 沒有 始終鑑激 我想有個情況 大家都是要認真地想的 現在市跌 當然不是在這些情況 大家還是要關注 因為你看到也沒有特別改善 都好像不斷 不斷好像惡法下去 但是同一時間 經濟狀況 真的令大家有點擔憂 所以這一下 反而反過來 我想你對港股來說 打後的時間 這一點大家才要拔切 留意著 那應不應該 現在趁反彈 那些紅症或者潑鈴 會便宜一點 趁反彈 又做鑑呢 今早早的時間 你的市場夾上去 這一下 我覺得是有些 可能人平膽倉的因素 可能市場夾上去這一下 可能平了一點 但是你的市場一旦淡不起 一定人平膽倉的 所以你說現在的部署策略 反而突然轉 真的可以逢高考慮一下 撥他 但又這樣說 因為 都要留意 始終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 因為大家想不明白 特朗普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句說話 突然跟他說 大家聊得很開心 整個市場會反轉 突然那一下 所以都是短線的都是要的 好 其實都要留意的市場 但其實最近市場是有點冒滿的 我自己都覺得 即是 波幅不算太大 因為如果物浩好 好像 以真心比己那樣想 你現在這一刻 你都不敢做什麼 買落又好像跌了那麼多 又不知道還買不買 做不做淡好呢 反彈又好像沒什麼力氣 反正這刻最慘的是 你明明很明顯是說 經濟真的覺得會不行 你不行就怎會 還敢謀言入市呢 即現在地產村 我都不敢再加倉住 如果你說市場 等得好一點的話 方中減磅 現在是 好 又問一下Ryan 如果看牛熊症的交付分佈 今早最高回到27,000一樓上 即是說最貼的熊仔 都收回了 但反而真的買了過飲牛 應該都吃得糊了 其實現在暫時的分佈 都是26,600 不要說升上去跌 或是差不多的水平 所以就顯示投資者 都是比較審慎 不敢太貼 而且就算是 剛剛之前那些 有一堆牛證 都被強制收回了 所以現在慢慢 又再出一些新的 所以都要一些時間 才可以多些選擇給大家 是 好 除了說大市之外 我又跟Standy說一下騰訊 在你外游期間 去過316元這些位置 有沒有升上去 升上去都沒用 買不到 在埃及買不到 上不到網的嗎 上到網 但我要打電話回來 是呀 你要辛苦 我買過的很麻煩 其實為什麼我就不炒 真的 打回來要買 都不知道打什麼 但316元 現在330元 樓上 有很多朋友都說 可不可以再博一下 今天又再升百分之一 但又很難博的 雖然 你聽你剛才這樣說 你不加住了 因為事不太行 其實 都兩難 因為上次出了業績之後 你都說可以 是呀 我以後 我臨去埃及之前 我會加了一次 沒錯 現在再低一點 低一點 但現在我真的有點害怕 經濟狀況 你有沒有減遲 減遲 最最後才減遲 現在都不理 還有 又這樣說 其實我拿了一些貨 我覺得是很安心的 我拿了一些很安全的東西 所以說減遲 都是可能 稠量減 導線減也好 稠量減一下 但騰訊 又這樣說 如果假設打科技線的話 我會覺得 阿公又不會怎樣對差 即是他 阿里巴巴這些 如果他對那裡都不甜 但他會不會被 美國那邊的中概股拖一拖 會呀 其實這一陣子跌的原因之一 都是被阿里巴巴拖 因為阿里巴巴去之後 他會被股東減市 所以令到他那個價錢 之前 有很大的股額 所以 我想有些資金 是由 騰訊那裡 轉換了馬 去 阿里巴巴 但是那些浸 應該是定快一點 還有 沒有的 你見騰訊 現在的發展 其實他沒有什麼改變過 都是這樣做的 你屬於是在估值上 可能被一些科技的同業拉下 拉下去 但是這隻拿著它 我又安心 好 問一下Roren 騰訊 資金流向是怎樣 大家現在 看升還是看跌多呢 OK 資金流向 昨天騰訊 就回了一些 所以 有些投資者 就買回科卵 儲貨 科卵 就先套利 先走了 如果我們看那些 北水來說 其實騰訊 都不是很多資金流入 深圳 戶那邊 只有很少 而深圳 反而是流出的 所以就 就是這裡 所以這裡 所以你見到 信心 就不是那麼大 去繼續持有過夜 其實都是用短線部署 看下行壓力會比較大 去回到330樓上 如果大家想反手做淡的話 Purlun 條款可以怎樣選擇 我們今天帶來這隻 騰訊Purlun 編號29090 行使價315.88元 年期長一點 9月到期 而實際灌光大約有8倍 都是一個選擇給大家 在這個時候 如果是看淡騰訊的話 好 除了騰訊之外 又說一下港交所 Stanley 市民感度很高 暫時又淡了 大約2%上來 是 港交所 剛才我們說阿里巴巴 其實之前都傳過 阿里巴巴 可能來香港做第二上市 可能的 現在38 叫做好一點 值不值得 這次反而要先等等 又不少這麼急 為什麼呢 其實你說這一陣子 事比較 都叫 比較震盪一下 但是港口成交量 全縮了 其實這個現象反而 反映大家入市的信心 都真的不夠 除非市況真的要明朗化 甚至乎 都要看看A股 甚至乎外面爭不爭氣 假設 狀況都沒有怎麼變 港交所投資的看法 都變相之下不敢太樂觀 為什麼呢 港交所的估值 你可以說它還未至於好吸引 因為之前的時間 大家都是炒作 經常說 可能A股做好 沒有香港的消息 都會大脅 可能資金會 多了進出港股 還有一些 人民幣產品 會多一些成交 對它有些幫助 但現在這些 假設這些前提 就好像都 大家好像抹完 所以在暗道理斯下 它有沒有一些 很大的憧憬 就真的沒什麼了 現在變成是 所以你說現在這個位 又不需要那麼急 去買去住 好 308 暫時剛才說 彈銀大百分之二 昨天有沒有多投資者 買回Korlund 以短線來看 Korlund是有的 它是五大支的流入 即是紅色這個 黃色這個 是因為它都是低位 所以投資者都開始 先套利 它是Qorlund 所以都差不多好似定 它們都會覺得 它在下跌的空間 都可能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 短期的部署 即是透過一些Wall倫 可以再捉回它 那個升幅涉力 好了 現在升了2% 想再留意它的Korlund 繼續提升的話 港交所的Korlund 條款是怎樣的 港交所 今天我們的Korlund 編號是23261 行使價258.88元 又是長長少少年期 到11月 坊間那些有很多活躍的 可能9月 我們簡直是11月 所以可以幫助到大家 容易控制風險 不能說時間直選號 那麼快 實際共感也有8倍以上 都可以給大家參考 好 之後不如又說鐵塔 好 又過錄這些位置 彈很多上來 現在又去到2分邊這些位置 最近那些5G概念股又再落和 因為5G商用牌照 又即將發放 雖然鐵塔你不太喜歡 但是始終彈了那麼多上來 再去提升 加上現在有消息配合 你覺得策略如何 炒 短炒 不是 鐵塔本身 作為一個5G的概念來計 它都很熱炒 一隻是中興 是 那你給我選擇 我實在是中興多些 但是如果本身是有貨的 如果有貨的話 就先拿著鐵塔 那是OK的 因為 其實沒有的 你不知現在都說到 好像今個星期有些明目的話 那些雜板塊一定會有些異動 短線衝上去可以衝上去嗎 這些嗎 去2元樓上 2個半 2個1、2個 這些位置應該可以 應該機會都大 2個1機會就大些 2個2就好像 除非你說5G 有更多一些利好的消息 但又說回 我想到時中國公務員5G之後 美國又會出聲 就是這樣 大家鬥發 是啊 可能轉個題 又說禁你什麼 禁你什麼 禁你什麼 好了 又看看麥加利的分析 7800你們的技術分析圖表 又可以見到什麼 好 可以見到它在5月底的時候 開始反彈 是 都已經穩健了 是 突破了100天線之後 其實現在很多的技術指標都好很多 之前 它是紅色點看探事件比較多些 今天來講 就開始轉回綠色點 更多一些 現在暫時都是 稍微一個點多於看跌 所以都見到它慢慢 那個技術分析都是轉好的 好的 鐵塔雖然升了那麼多 但是在消息之下 都可能有得再升一層 Stanley都說看到2.1 2.2的水平 要做一個部署 開call的話 條款可以怎樣選擇呢 又是可以用短期去部署 一些窩論 有槓桿效應 今次這隻鐵塔的call論編號 是18931 行使價是2.2.9 稍微高一點點的行使價 但是用年期抖雲 是長一點的 12月到期 而實際槓桿 4.9倍 差不多5倍左右 都是另外一種投資方法 好啊 用槓桿 希望可以換到更大的回報 最後 Stanley 我們又說了A股 好啊 剛才你也說到 港股都是看著A股走的 A股不是很有力 港股都沒什麼力彈 沒什麼運行 現在貿易戰的消息 是不是可以叫做樂觀一點 還是怎樣 我今天看信報 是否都可以談一下 沒有得談 很有趣 怎麼談 如果貿易戰暫時不能談 經濟數據 都是不一般的 A股其實都空多吉少 現在最煩的是 所以現在最煩的是什麼 貿易戰暫時不能談 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能談 你覺得不能談 證明了市場都好 挺混亂的 如果你這樣搞的話 變相之下 大家還怎麼敢搏呢 阿公會不會出手呢 不出手 他出手 托著A股 都托不住 我想他現在都暗地裡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只可以說現在的上進指 都是在二十九的位置 都叫做拉腳 他不會說偏離太多 但是要彈上去 真的好像沒有太多的動力 還有你看成功力都熟悉 所以A股現在 我都會覺得是要保守一點 好了 同時間又問你 A股會保守一點 平保的走勢 可能都是在這些水平上落 最慘的是 現在大家覺得很多東西 不知道想怎樣 這一下對於投資市場最煩 你說平保稍微好一點 起碼那隻人壽 人壽真的圖差到極點 但是就變相之下 平保都還值得先拿著 OK的 好 平保叫做值得拿 Wallon市場的分析是怎樣 我們又看回技術分析圖 那個紅色點的看跌事件 其實有八個 而綠色點看漲事件 就有十二個 那麼多隻之中 其實很多都 或者兩者差不多 或者那個紅色點看跌事件比較多 唯獨現在看到平保 就比較是 看漲事件是多一點的 所以都可以 趁這些機會 各市比較低位的水平 可以用這些渦輪去部署 今天我們帶來這隻 平保叫輪 編號是11980 行使價是91.88元 差不多10倍實際槓桿 年期都是長一點 是11月的 在這些情況之下 真的要穩健一點 不要用過太短的年期 去使用時間值損失太快 好 這次都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都跟兩位申報 Ronan 有沒有持有上帖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Stanley 呢 這個平保叫騰訊 好 麻煩你兩位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Stanley 都會解答大家 正股方面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